现在是四季兰的花期 如果说大家的四季兰还没有开花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要急 只要按照方法给它做处理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步是要给它补充高磷严肃的磷酸金甲 给它喷洒一片 我们给它喷洒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比例 一比一千的比例对水给它喷洒就可以了 我们在喷洒之后 第二天最好用清水再给它喷洒一片 避免这些叶片残留有一些肥分 然后导致它出现肥害出现斑点 尤其是我们买到一些质量不太好的磷酸金甲 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 那么为了保证不错过兰花花芽分化的时候 也就是花园基形成的时候 最好给它结合这种长效磨肥 这种长效磨肥 它的磷粘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最重要的是它不烧根 我们给它使用的时候 放靠根细一点 这样做的目的 是可以让它分解的更好 更加准确 因为磨肥它是通过兰花生长的时候 也就是通过兰花需要养分的时候 它才会释放的 也就是说兰花生长的时候 根细会释放大量有机酸 有机酸来溶解这些磨肥颗粒 所以我们可以放靠近一点根部 当然也不能放太多靠近根部 除了正确给它补肥之外 这段时间大家适当的偏干管理 干一点有利于它花芽分化 同时光照也要适当的增加 但是大家一定要切记 一定要把握好 不要给它晒长叶片 这样很快它就会开花了 好了我们下期见